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不正印先锋关杨文王 把他的尸体就藏到了后花园的御影墙 押环春红回秀楼通风报信 建议小姐迁到田伯府 去通风报信状告陈万龙 让大元帅混天侯木英 兵发双风符 捉拿老奸党陈万龙 给杨文广市报仇 血恨 三小姐陈翠平心说 爹爹也爹爹 此时刻女儿也护不了你 你这就自作自受 人命关天杀人长命 欠债还钱鼓来一力 我怎么可能再包庇你呢 我怎么可能再包庇你呢 这才站起身来 太多了 后花园往前门走那里路过多少层渊 碰上人怎么说呀 那就让人发现了背不住就出不了府 得咱们走后门 诸仇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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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赶奔后花园 后花园 这个东北角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脚门 想从这个小脚门里边出府 俩人倒在脚门的跟前抬头一看 这个脚门关着呢 上边铁将军把门 上了一把锁头 什么锁头 叫插黄锁 那时候什么叫插黄锁 就是有这么一个贴杆 往这里边一穿 这就锁上了 从这边一头巴 就能把它投出来 丫鬟春红一看小姐 你等会儿 我去找石头把它投开 丫鬟春红这才 找来一块石头 对准这个插黄锁 这么一砸 这个贴杆 投出来 锁头就开了 把锁头拿下来 小丫鬟上前抓着门板 刚要拽 要一拽开 这门就开了 俩人就能出去了 你看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咱们就听背后有人说话 姑娘 你这是一欲合王啊 朱仆二人吓一跳 慌忙 扭向回头 转过身来一看 面前站定两个人 谁呀 头一个不是别人 正是双凤老太师 陈万龙 陈万龙的身后 还站着一位 谁呀 不是别人 正是陈万龙的书童 台里坏 陈兴 那位说 这俩人怎么来了 诸位 刚才咱说了 这个陈兴 在这个后花园 藏阳文广 碰上了丫鬟 春红 春红说 看见了没有办法 他就把这个秘密 给春红说了 春红 转身就走 临走之时 还撂下一句话 说你你等着 台里坏成心 一听心的话 坏了 坏菜 我得赶紧报告 太师爷家 这下 大跑小跑 一阵好跑 不能半斗地 爬起来还跑 上哪跑 待客厅 来到待客厅 他可就报上 报大事不好 陈万龙一看 这个该死的奴才 你慌什么 太师爷 可了不得了 刚才 这么一回事情 好 陈万龙一听心的话 丫鬟看见了 那还了得了 这个春红是 陈翠平的贴身丫鬟 他要知道这个事 肯定报告完了 三女儿 陈翠平 有道是 织女莫过妇 我这个三女儿 给那两个姑娘 截然不同 他既饿 无仇 眼里被 柔波特 半点傻子 特别的耿直 并且特别的将 他要认准这个人 九牛二虎 拉不回 他要得到这个消息 那还了得 他肯定要到天伯府 去通风报信 要到天伯府 通风报信 那个时候 慕规影发兵 兵围了双风符 还不抓我吗 抓住我 其里咔嚓脑袋 还不搬家吗 那我就完了 哎呀呀 这可怎么办 有了 赶紧接住这个丫头 不让他通风报信 这才医生叫的 陈兴 你赶紧去通知几个人 这不 这不 好 太师爷 我马上去 他离坏 陈兴转身走了 哎 时间不长回了 太师爷 按你说的 我 我办好了 好 来 小子 随我赶奔后花园 两个人 这才赶奔后花园 为什么 陈万龙不傻 现在我这丫头要通风报信 他肯定不走前门 他得走后门 我上后花园接他去 哎 这两个人 这才来到后花园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正好碰上了丫鬟 把他锁头砸开 要开着后脚门 他才后边 说了那句话 姑娘 这是一遇何往 惊动了三小姐 陈翠萍 还有丫鬟 春红 主仆两个人 回头一看 陈万龙 当时就吓傻了 哎 还得说是三小姐 陈翠萍啊 吻了吻心神 他就说了话了 爹 我想和丫鬟 出府赶奔灰春塘 哦 姑娘 到灰春塘干什么呀 丫鬟 丫鬟一听的脑子转的也快 啊 太师爷 他是这么回事 昨天晚上 小姐睡觉 忘了关窗 着了风凉 嗯 身染小样 所以说呢 要到灰春塘去看大夫 你看啊 这猪仆两个人配合的是株联碧合 但是陈万龙是什么人 那这尾巴就是个猴了 怪兔子变得变得猴还精 他能相信吗 姑娘 你拿你爹我当三岁的顽童呢 啊 我知道 你不是要到什么灰春塘 你是要到天波府 你不是去看什么大夫 你是要去报告 木桂英 对不对 你看 大结果给揭开了 小姐陈翠平心的话得 反正揭开了 我就别害怕了 害怕也没有 这个事情就那样 你要捂着盖着害怕 要揭开 反倒没有压力 爱怎么地怎么地嘛 现在的三小姐就这种心态 爹 你算说对了 我就是要到天波府 就是要到木桂英 就是要告状 哎 哎呀 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爹 你为谁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 摸摸你的良心 你都干了些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难道说啊 你就不怕天打五雷鸿 难道说啊 你就不怕国家的王法吗 哎 哎呃啊 你都知道了 爹也就不瞒你了 我所做的这一切 尔啊 是为了谁 啊 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吗 怎么着 爹 哦 你害人 害杨文皇 是为了我们 你何出此言呢 何出此言 尔啊 你想想 那杨文皇要到安洛府去 穿职搬兵 得要穿职搬兵 能知光就进不着中原 进不着中原 你爹爹 我又向面南背背当皇上 那就化为泡影 所以 我这才拦住了杨文皇 把他置于死地 又朝一日 你爹爹 我真能坐上一地 我就是皇上儿啊 你不就成了公主了吗 那可就是荣华富贵啊 尔啊 这不都是为你们好吗 你想想你爹我多大岁数了 我还能活几天了 今天穿上袜子鞋 明天还不知穿不穿呢 但是你们还年轻啊 大好的前程等着你们 这不都是为你们好吗 可是尔啊 你怎么就不理解呢 把你爹我想得那么地坚 你爹我真伤心呢 你看那老小子真会作息 三小姐沉翠平一听心的话 我怎么听得这么恶心呢 哎呀 万没想到我爹爹竟然说出这种话来 爹 女儿我真没想到你会说出这种话来 你说什么 面南北北你要坐上一地 还是为了我们好 爹你想过没有 我那两个姐姐在皇宫内院陪王半价 我俩姐姐是娘娘啊 你要当了皇上 请问爹爹 我那俩姐姐上南安派呀 他这儿过 陈外龙就觉得这个脸给巴掌打着呀 他就看见面前有一头 大教理 张着嘴 那个尾巴 甩的甩的 陈外龙心的话 我成了驴了 我成了圣口了 哎呀 这个丫头说话不再多少油尽就好 他这是骂我 好一个丫头骗子 你竟敢辱骂老夫 这还聊到丫头 不叫姑娘也不叫儿子 叫丫头 我那问你 今天你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出府前到央府 通风报信 二你赶紧给我回来 和你爹我做一条板凳 两条路任凭你选 任凭你挑 你你你你讲如何抉择 你说你讲 你讲了 爹 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 我也告诉你实情 爹呀 又倒是想情想不了力 任命关天杀人长命欠债还钱 古来一例 我岂能和你做一条板凳呢 二我岂能包庇于你 只要有儿三存气在 我就要到天北洋府通风报信 我就要报信报信报 信 晚龙一听骂着眼尝尝 新的话我就说我这个姑娘和那两个姑娘她不一样 她就是宁啊 她探紧的路 一条道跑到黑 九牛二虎拉不回 哎呀这可怎么办 他回头看了看台里坏陈兴 陈兴一看陈万龙 新的话你没招了 你没招我有招 太师爷啊 现在你别和她说这个 说这个没用 干脆你把她抓起来 捆起来 绑起来不就得了 嗯 事到如今 也只有致安阳绑了 来来来 小子上枪给我抓起来 是啊 太理会成行这才上枪来 干嘛 她要抓三小姐陈翠平 诸位 这个三小姐陈翠平可不吃这一套 一看陈兴过来了 心里说你个奴才 你干嘛呀 要抓我 嘿嘿 今天我要打人 再一看三小姐陈翠平 当时就把脸气翻 把手望上这么一举 照着台里坏陈兴这个脸 她可就删 就听啪的一声 招了中 再一看台里坏 马上马得不舒坦 怎么了 青了脸 肿了眼 眼皮翻 眼眶子摊 鼻子嘴里掀血窜 打那个小子转的三小 哎呀 哈哈哈哈 好你 你敢打我 奴才 我打的就是你 他是你 他打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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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我 来人哪 这个小子也喊来人 不如今就见从这个假山时候蹭蹭蹭 穿来四个看家呼怨的打手 此时刻 台里坏陈兴兴的话 哦 哎 想抓他 抓不了 就得你四个干 来给我上 四个恶路上前来一用七伤 就把三小姐陈翠平这个胳膊往后边这么一背 搭上了麻绳 上三扣 下四扣 左五扣 右六扣 前七扣 后八扣 一扣一扣 右一扣 哪扣 不仅用脚蹬 绑着个紧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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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起来 溜 鸭环纯红一看心的话 小姐被绑起来了 这个怎么玩 鸭环心的话 我赶紧躲了 我要剥夺 我也得被绑 他一转身 自溜一声 钻到葡萄架后边去了 再一看 陈满龙 把他脸 扒搭 就撂下来了 丫头 怎么样 现在后悔 说软话 还来得及 不 只要你 不杀了我 我有三寸气在我 就去告状 就去报信 好 来呀 把这丫头 给我 吊在芭蕉树下 给我狠狠地抽打 好吗 就把三小姐 陈翠平 吊上了八角树 陈兴 去 问问他 到底去 还是不去 好 他以后 陈兴过来了 拿起了皮鞭子 有人端过来 盐水盆 鞭子在盐水里 泡了泡 拽出来 那也说 为什么在水盆里泡 这玩意打人 他就狠 咱们还盐水泡呢 打的人身上 要把你打伤了 这伤口最怕 这个盐水 盐 那么他疼啊 要是这个打人 他也有招 台里会成行者 才来到八角树下 往这一站 三小姐 刚才打我那一巴掌 把我打的是 鼻口冒血呀 行 算得狠 算得狠 但是现在呢 太师爷让我问你 你要是后悔 还来得及 马上把你放下来 如果说你要不反悔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这就要端谁的板 受谁的管 太师爷动动嘴 我就得保舌腿 太师爷让我打你 我别无选择 你说 你是悔还是不悔 三小姐沉睡平放下 看了看心的话 这个孤狮的奴才 这就叫子序中山郎得志便猖狂 陈兴 你要打你家三小姐吗 这是上至下派 我没有办法 我告诉你 我不悔 那好 那我可就打了 就是一边 打一边问一句 回不回 不回 又一边 咱们简单接说 就把三小姐 陈翠平身上的衣服给打烂 再往下打 那就打了皮肉了 但是三小姐 陈翠平一口咬定 我就是要通风报信 我就要去告状 陈万龙一看心 说这麻烦了 为什么 你总不能把她杀了 这是我的女儿 她只要有三存气在 就去送信 她一送信 我就玩完 你说这怎么办 急着个老小子 在地上来回直转圈 他理会陈翠平一看心的话 该我闪亮灯场了 太师爷 进一步说话 好吧 两个人 这才脉步 离开了芭蕉树 转到了葡萄架后 小丫头 春红在这葡萄架后 一看他俩转过来了 赶紧撕溜一声 上甲山石后吧去 陈万龙和泰里坏 陈星来到葡萄架后 这里有两个石凳子 俩人就坐下来 太师爷 你看这个事情该当怎么办 小子 我是没招了 那是我的女儿啊 你想想 她就是这么宁 我当爹的 我下不去这个手 太师爷 小子我说实话 原来你们是妇女的关系 现在不是了 不是了 你想想她要 还是你闺女 她能去天波府送信吗 你俩下载 不是妇女关系 是冤家对头 不是你死就是她活 不是鱼死就是王婆 我太师爷 如果说你下不了狠心 下不去狠手 那说不了讲不起 三小姐肯定要出府告状 肯定通知木骨英 木骨英要知道 肯定发兵 发兵来围困双凤府 第一个先抓你 第一个先宰你 太师爷 你说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呢 第二个就是小子我呀 咱两个人可都活不了 对呀不对 陈万龙说 小子你说的是不假意 不差可有样 我的女儿你说 你让我怎么办呢 我用什么办法 阻止她不去通风报信呢 小子 你不是有名的胎理坏吗 你就往外给我蹦个坏主意吧 我太师爷 你这话我不爱听 什么叫蹦个坏主意 你得说让我出个良方妙策 小子你就出个良方妙策 我听听可行 不可行 好吧 太师爷 告诉你 如果说 不让三小姐 陈翠平出府前去告状 只有一条路 就看太师爷 你下去手 下不去手 狠得了心 狠不了这条心 你说说看 太师爷 他不是去告状送信吗 告状送信 他得用嘴说吧 是啊 太师爷 如果说 给他弄一包哑巴药 给他灌下去 他就告不了庄 小子 给他灌哑巴药 他不就成哑巴了吗 是啊 你不让他变成哑巴 他要告状 你不就死了吗 脑袋不就保不住了吗 为了保全自己 你就别想别人了 我没说吗 现在你俩不是妇女了 是冤家对头啊 你不杀他 他就害你 让他当哑巴不好 当哑巴弄咱们的 当哑巴 不要他的命 这算便宜他 知道不 哎 这股 碗龙心的话 那个胎离坏 这小子真狠啊 让我女儿当哑巴呀 又一想可也是 哎 如果下不了这个狠心 这个丫头 一心去送信告状 那还有我的命在吗 心的话 既然这样 别怪你 爹我心狠 那 我也是被逼无奈 那我说陈万龙 针对自己的亲生女儿 下次读手吗 对 书中交代这个陈翠平 并非是陈万龙的亲生女儿 但是是他从小把他养大的 这怎么回事呢 哎 日后自有交代 陈万龙就说了 真想 给他灌上哑巴药 他哑巴了 但是我儿 他诗文断字 他那手还能写呀 他要写状直告状 他不也一样吗 呵呵呵 陈师爷 我早就想到了 他手是能写 但是把他的双手脖子 给他踹骨折了 他的手提不了笔 他还写谁吗 小子 就说是把他的双手 给折断 他提不了笔 但是 他的耳朵还能听 但是也给他耳光黄辣 他就听不见了 但是 他要出了符 人还能认出他的花容约帽了 还能认识他呀 只要能认识他 那就不好办了 嗯 太师爷 这个好办 拿两块狗皮 叭唧叭唧 贴在脸上 毛冲外 就没人认识他了 陈万龙心的话 你这个小子太狠了 陈万龙没说行也没说不行 转身 走出来 来到三小姐 陈翠平的跟前 陈翠平一看心的话 我给你一口吧 坑一口 把陈万龙的耳朵 要去办哪里 啊 陈万龙恼羞成龙一身手 嘎巴苍蓝 把宝剑量出来了 啊 噗 就听到 啊 一声惨叫 三小姐陈翠平 生死如何 下回 再说